金沙江在断流艳色湖危险程度升级,11月3日下午17时40分许川藏交界地上月10月11日山体滑坡点,又发生二色滑坡,导致金沙江断流再形成艳色湖星大纪元。 2018年11月5日讯,大纪元记者萧绿生综合报道,四川甘泽州白玉县与西藏昌都市江达县交界处3日再次因滑坡导致金沙江断流,形成艳色湖目前蓄水量已超过1亿立方米,有8300余人被撤离,且此次危险程度升级。 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11月3日下午17时40分许川藏交界地上月10月11日山体滑坡点,又发生二色滑坡,导致金沙江断流水位上涨,形成艳色湖。 有媒体人说,体量一直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那个唐家山艳色湖,截至4日11时许金沙江艳色湖水面以上滑坡体达310万立方米,加上之前的堆积体总量约500万立方米需。 藏子之区水文局报告说,截至4日16时,金沙江波罗水文站燕色湖霸前,水位2910.70米水位累计上涨17.86米,夜巴滩水文站燕色湖下游,水位2698.90米水位累计下降2.18米,燕色湖去水量约1.05亿立方米。 昌都市水文局业务科科长格勒表示,4日20时至5日,早八时燕色湖的水位上涨了,5米左右监测人,人介绍说,目前水位约以0.4米每时的速度上涨,截至5日上午10时30分燕色湖水位为2932.1,8米截至5日11时30分,波罗湘小学地平面距水面高差9.96米,距离10月份燕色湖。 高水位2946.07米,只差了13.5米。 格勒推测说,若按目前的水位上涨速度约3天燕色湖水量,可达3亿到4亿立方米。 据中共官方数据金沙将这两次山体滑坡以至受灾县区100户民房倒塌,843户房屋严重损坏,170户民房一般损坏。 目前已有1500余户,8300余人,被撤离四川省水利厅总工程师梁军表示,此次燕色湖的危险程度会比10月份的更大。 一方面,是因为蓄水量更大会,造成更严重的次生灾害。 另一方面,下游不是无人区,有城镇、水电站等存在的灾害风险大。 另外,更为糟糕的是聚气象台,预计5日至7日金沙江沿县会出现降温降雪天气,这会导致燕色湖上下游地区的道路湿滑不利于救灾。 具体预计是5日夜间至6日滑坡点,江达县和白玉县,有明显雨雪天气高海拔处有中道大雪,7日至9日转型氮气温会下降6度到8度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此外,有媒体人披露。 甘孜州白玉县由于前往的人太多现在已经无法安排住宿了且当地已经下雪。 那10月11日七时时分雪四川甘孜州白玉县与西藏昌都市江达县交界处的江达县波罗湘境内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金沙江断流后,形成燕色湖。 当时燕色湖长达一公里左右湖内总水量已超过700万立方米净则任编辑高近。